首先来看到的是2010年的第一篇文章 再次强调 我们的10和11年 这些真题是以它为载体 更多的是要给大家去传递一下 我们考研真题当中所存在的阅读的方法 以及借题的技巧 好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谈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方向 方向永远比你的速度更重要 当我们拿到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直接去看文章呢 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步骤 在这儿唐书明确的提出 叫先提后文 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先提后文 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做题的效率 首先我们的目的说的功利一点点 那就是要拿到分数 要能够答对问题 所以只有在你先知道我们的文章 在问什么问题以后 你才能够做到有地而放始 带着问题回到原文当中去找答案 唐书说清楚了吧 这是先提后文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 先提后文除了划出那些所谓的定位词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串联我们的提干 这样做可以帮我们去预判文章 大概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也就是文章的中心以及它的方向 那原因则是因为 我们一篇文章可以简单的分为 重要信息和次要信息 大家想想 如果你站在一个命题人的角度 你是倾向于对重要信息出题呢 还是倾向于对次要信息出题 那正常情况下 当然应该是对重要信息出题了 所以当我们把五道提干串联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们串联的是文章当中的那些重要的信息 那么当他们联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勾勒出了我们文章大的一个框架和一个中心方向 我说清楚了吧 那么第三点 就是我们在先提后文的过程中 我们一般建议大家只看题干R 不要看选项 原因是因为D 如果连题干带选项都看 大家应该有所体会 一篇文章后面有五道题 每道题后面有A B C D 四个选项 所以一道题那就有五条信息 五道题就有25条信息 实在是太多了 多则获 少则得 你看了后面早就忘了前面在说什么 所以它是浪费时间的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则在于在A B C D的四个选项当中 正确选项是不是只有一个 而其他的往往都是干扰信息 所以如果你全看的话 你获取的干扰信息量要远远大于你的正确信息 所以因此我们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拿到一篇文章的时候来先提后文 然后串联提侦去预判文章的内容 然后避免我们的干扰选项产生的一些误导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以真题为例 唐书上课的一个特点就是 来给结论处 我必给你原因 大家应该能够体会到 我在要求大家先提后文的过程中 是不是给了大量的理由 对吧 那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用真题来进行验证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2004年我们的第一篇文章当中 我们说串联他的提干信息 How did R这个人 find his job 他说R这个人是如何找到他的工作的 再来看第二题 他说一下哪一项最有可能是叫search agent 我们把它翻译为叫搜索代理 他的一个缺陷或者是不足的地方 第三题它是一个词汇猜测题 到了第四题 他说为什么CS他的agent能够提供给每一个叫job hunter找工作的人 三次工作选择的机会 那么最后根据以下哪一项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串联完我们的提干信息以后 大家发现这篇文章是讲一件什么的事情呢 找工作 没错因为之所以我们能够预测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是不是在提干里边我们反复多次的提到了关于咱们的工作的一个话题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我们说预判文章在讲一件什么的事情 它的具体的方法是不是通过找到在提干里边被反复重复出现的内容 那往往这个内容就与文章的中心密切相关 那么原因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呀 首先提干它对应的是原文当中的重要信息吧 而我们又说过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遍 所以在提干里边还会被重复的内容 我们称之为叫重中之重 有没有 所以我们说你串联提干可以找到原文的中心 那么这道题同样如此 除了工作以外 你还有没有找到其他的被重复提及的内容呢 有 agent 我说清楚了吧 那么你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gent 它是用来干嘛的呢 通过我们的第四题的提干 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agent可以提供找工作的人 他们三次工作选择的机会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在谈的是 通过agent帮助人们来找工作 我说清楚了吧 而且你再来仔细思考一下 来我们的第一题 它是如何找到工作的呢 答案其实已经若隐若现 通过agent来找工作 所以agent对于找工作而言是一件好事 然后谈论了一件事情好以外 我们尽量客观公正 是不是要谈的全面一点 所以接下来要谈它的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整个的串联题干以后 我们的文章大概在讲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是不是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方向 你再去读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会变得非常的踏实 那么当然有同学会说 老师啊 你串得很精彩 但是我现在读的时候还是没有太多的感觉 我说同学OK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起步 这是非常正常的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同时还要耐心一点点 通过我们后面课程 以及大量真题的练习以后 我们慢慢就会培养出 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分析文章 脉络的一种能力 更何况 我们退而求其次 至少你是不是可以找到 我们的文章里边 在题杆当中被重复提及的信号 我说清楚了 对吧 好 当然我在此再补充一下 有推会说 老师啊 你这个地方举的是我们英语一的例子 那我现在是英语二的课程 那唐叔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对于英语二的考生 由于是英语二的真题是从2010年开始 英语一 英语二正式分家 所以英语二的试卷真题数量非常的有限 那么我们不妨就借助我们考研英语一的真题 因为他们的初题的思路是保持一致的 尽管他的试卷难度他有所下降 那主要其实体现在他的长难句相比英语一要少一些 但命题人的思路还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英语二的同学一定记得以英语一的真题 可以作为你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因为退步讲至少要比模拟题要靠谱多得多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例子 2007年的第二篇文章 我们同样你来串联一下提案的信息 你看有没有感觉了 他说以下哪一项是在我们的叫intelligence test 叫智力测试当中被我们所要求到的 再来看第二题 他说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第三段当中 能够推测出我们的智力测试是怎么样的 再来看第四题 他说时至今日 我们已经人们在测试的过程中 达不到如此之高的一个IQ的分数了 好 然后问你第四题 从最后一段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以及最后一题 作者对于IQ测试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们串联完提干以后 有一个概念是不是非常的明确 这篇文章谈论的是 关于IQ测试 intelligence test的一个核心的问题 并且关注作者对他的一个态度 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 所以就这么简单 你串联出提干里面反复重复的任务 它往往和全文的中心密切相关 那么我们除了串联我们的提干信息 来推测文章以外 我们先提后文还有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考研的文章往往分为两种 一种开门见山 这种相对比较简单 难的在于往往更多的文章 是开头给你做铺垫的 在谈论中心以前 他要先言其他 就像我们的古人 他写文章往往要借物永志 总是要隔一层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先提后文的话 那往往可以避免在开头的铺垫的这些 Cell内容给你带来的干扰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 我接下来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所以我们来看 也是2007年我们的第一篇文章 他一上来 你看我们的第一段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他说 If you were to examine the birth certificate 叫出生证明 如果你去检验一下 我们的每一位2006年世界杯 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出生证明的话 You would most likely to find a notable script 你会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现象 那就是unlit 叫非常精英的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他们往往都是出生在 叫做early months of the year 上半年相比下半年出生的这些球员 那么If you examine the European national use team 如果你再去检验一下 欧洲的国家青年队的时候 那这些青年队是为了世界杯来做 做补给的后备的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或者是为专业队做后备的 储备的 You would find a strange phenomenon 你会发现这一奇怪的现象 会变得更加的pronounced 他作为形容词讲的时候 表示更加的明显 所以看完了我们的第一段以后 大家想想这篇文章讲什么呢 所以很多同学是不是发现 这篇文章讲的是足球和你出生时间的一个问题 然而各位同学 当我们去串联完提干以后 你会发现这篇文章谈的是 人最终的成功 更多的取决于的是我们的一种后天的努力 而不是一种天生的基因 哇 是不是和我们读到的第一段的差别 或者是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印象 至少是很大的 所以因此我们通过梳理我们的提干 其实往往可以能够规避我们产生这些 打双一号的幻觉 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2600年更是如此 他说 你还记得吗 在早年的时候 科学家在警告我们 吸烟会置人于死地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怀疑者们叫daughters 他们坚持认为 insisted that we didn't know for sure 科学家你这个我们不确定的 你拿出证据了 that the evidence was inconclusive 你们的证据是没有决定性的 inconclusive in表示了一个否定前缀 他还是在谈你没有证据 and we don't know for sure的一个同意替换 对吧 再来看 the science uncertain 科学你其实并不明确呀 我干嘛要相信你呢 我还是该抽就抽呗 that the anti-smoking lobby 这样的一种叫anti 叫反 反吸烟的游说 它正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你应该啊 站到一边去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ay out of the way 不要来管我们 好了 结果呢 Lots of Americans bought that nonsense 结果大家信以为真 于是呢 over the three decades 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呢 有超过一千万的烟民 他们提前进了坟墓 好 这是我们当年这篇文章开头的低段内容 所以你们告诉我 这篇文章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是不是谈论吸烟的问题 然而 当你去串联我们的提干信息的时候 它真的可以救你一命 它说 an argument made by the supporters of the smoking what's that 好 第一题它对应第一段话 所以它的核心是在讨论smoking 没错 但是继续往后来看 它说科学 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再来看第三题 一道词汇题 问你它是什么含义 到了第四题的时候 它说 我们的政府叫administration 它对于气候变暖这件事情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最后我们做的之所以要联系 我们的吸烟和全球变暖 它的原因何在 所以这篇文章在谈论的事情 其实不再是吸烟的问题 而是以吸烟为引资 逐渐过渡到真正讨论的核心话题是 我相信你已经有答案了 是不是叫做全球变暖 因为这个才是我们在文章后面 反复强调重复的主题 唐书说清楚了吧 而且你看最后题还已经 非常温馨的在提示你 我们前面只是干嘛 做一些联系 做一些铺垫 做一些类比而已 所以我说过 任何的方法我们靠不靠谱 最终是通过真题来进行检验的 因此我们明确提出 我们要进行 叫先题后文 它的原因是因为 首先第一点 我们的考研的文章 它分为了开门建商和铺垫 那么往往铺垫的数量 其实不在少数 通过开门建商 可以大大规避我们 被误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再来看第二点 就是串联提干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提干当中 被反复重现的内容 这样可以把我们从 歧途当中导入正轨 从而能够预判文章 再讲一件事情 这样就大大提高 我们的做题效率 除了上述的两种情况以外 当然有时候 还有第三种 唐叔自己会给自己打脸 就是你串联完我们的 整个提干信息以后 一无所获 例如我们来看 在2006年 你会发现 这篇文章的一开头 他说我们通过前两段话 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 然后第二题问你 第三段话 我们能够推测出什么 到了第三题 你看到似乎是一些具体的信息了 然而很抱歉 它是个典型的叫 词汇猜测题 所以其实没有意义 再来看我们的第四题 唯一的有信息的地方 它那是根据我们的小镇居民看来 RSC 它其实不应该获得任何的补贴 原因何在 那么最后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结论 则是作者怎么样 所以我们梳理了五道题 除了我们的第四题以外 没有任何的具体的内容 所以就更无从谈我们的重复的信息 推导出文章 大概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但是这其实依然不反应我们先提后文 因为至少我们在串联这些提干的过程当中 第一 由于没有具体的信息 它没有花费你太多的时间 第二更重要的是 你会发现至少我们明确了 每一道题 它的一个定位的范围 所以我们还惊讶的发现 你看第一题对应前两段话 第二题它对应的是我们的第三段 到了第三题来第四段话 所以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大多数时候我们考验的文章 初题顺序和行文顺序是保持一致的 像以前的这种颠三倒四这种现象 已经少之又少 应该说99%都是至上而下来出题的 只要屏幕前的各位同学 你们的人品不太差 没有做太亏心的事情 那么在我们将要面临的这次考试当中 也依然符合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至少先题后文可以带着问题 去在原文中找答案 继续提高我们的做题效率 那么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串联题杆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 在没有读文章的时候 好多题目的答案已经跃然至上 好我们再给大家取几个例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2008年你看 一上来他就问你 给文章一个最好的标题 这是属于全文的中心做一个总结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来串联一下题杆 你会有什么发现呢 首先一上来 老师你不是说不要看选项吗 我们说通常是不能看选项 因为选项当中往往有很多的干扰信息 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例外 例如你来看咱们的这道题 他说根据前两段话 以下哪项是正确的 在ABCD当中大家不难辨别出 我们的一开头 各选项中是不是都含有这条信息叫维美 而且在它的结尾处 是不是都含有这样一条信息叫stress 所以如果各个信息当中都含有的内容 那么这条信息其实应该是正确的信息 大家可以理解吧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在Y这个人的研究当中 他说明女性怎么样了呢 不仅有女性 而且你发现ABCD的四个选项 它的结尾处是不是也通通的都有stress 再往后来看到了我们的第三题 第三题说根据我们的第四段话 一个压力 什么的压力呢 后面是一个定语重剧 省略了which或者是that women confront 叫女性所要面对的压力 往往有什么样的特点 所以我们串联完了我们前面的三道题以后 我们这篇文章讲什么事情 是不是大概已经有了一个范围 叫女性和压力 因此来看最后一题 给文章一个最好的标题 必须包含这两条信息 所以你来看唯一符合这一原则的 其实只有来我们的第四选项 女性面对压力 好当然这道题确实选了D 我们的做题再次强调 也一定要回到原文中重新去梳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前的预判来注意 辅助我们来做题 唐叔说清楚了吗 是辅助来做题 而不是特别绝对意义上的 直接让你去做题 这是一个纯的技巧 唐叔不建议 好同样的你再往后来看 2009年他说 在我们的前两段话当中 我们这篇文章说明了我们的PTK 这个PTK竟然是大写专用名词 在原文中其实有说明是关于我们的叫做DNA测试 DNA检验的 再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说的是我们的PTK 它是用来干嘛的 再来看第三题 他说我们怀疑的观察者们 他们认为Ancestry testing 叫祖先的测试 其实也是DNA测试的一种 他没有能做什么事情 再来看我们的第四题 根据最后一段话 目前我们的有一个问题 什么的问题呢 同样和我们的刚才一样 也是省略了Witch或者是That的一个定义程序 叫Commercial Genetic Testing Physis 到这结束 叫商业基因测试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它怎么样了 所以最后一题问你 给文章一个最实当的标题 叫appropriate 其实对应咱们的考研英语一当中的Best Title是一个作用 都表示全文的中心思想 那么因此我们串联了前面的四大问题 你会发现 首先我们讨论是关于DNA的测试 而DNA的测试在我们的各个选择都含有 所以这个时候再来逐一梳理一下 第一题和第二题在讲什么呢 DNA测试它有什么特点 以及它的用途吧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和第四题都在谈什么 你看怀疑者们是不认可它 认为它是不是存在问题 没有能做一件事情 而到了第四题呢 是不是也在谈它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啊 那因此我们的这道题就非常的明确了 我们的选项应该是DNA测试 BOY以及它所面对的问题 前者它对应的是我们的第一题和第二题 它所面临的问题对应的是我们的第三题和第四题 是非常清楚 那么其中其实有一个干扰选项 我们后面会谈到了 就是A选项 False and Against 叫做对于DNA测试的支持和反对 注意哦 第三题第四题确实谈到了反对 但是前面不代表是对它的支持 这是很多的我们的考生容易想 当然而我们的命题人 你看是不是就太清楚 太了解各位同学你的想法 所以按照你的思维方式 设计了一个干扰选项 我相信在没有读文章的时候 你们其实是已经有很多同学对于A选项越越越识了 所以你来看 是不是一定要懂得站在命题人的角度 所以我们的整号的课程都是给大家来介绍 命题人 他的出题思路是什么 叫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好了 我们再来看到2009年第四篇文章 我们也同样去串联一下我们的提干信息内容 你来看我们的第一题说 我们的作者说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 注意一下 新英格兰跟英国没有任何的关系 新英格兰是美国的一块地区 是美国最早的在东北角他们建国之前的那个领域 再来看我们的第二题 他说我们的第二段当中 新英格兰人加了一个一二 到了第三题 他说早期的这些 我们的minister and political leaders in marcherist bay 马赛诸瑟湾 马赛诸瑟湾是相当于新英格兰的一个核心地段 那么前面是不是还在谈 马赛诸瑟湾也就是新英格兰的这些 你看人 我说清楚了吧 好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第四题 他说JD这个人的故事 他表明在早期的新英格兰的人 很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好 你发现结合我们的第三题 你看 这些人 你看政治领袖牧师 这些是应该受过良好教育的 然后又谈到了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于是我们串联完提个案以后 这篇文章讲什么 新英格兰 而且更重要的是讲新英格兰所在的这些居民 这些人吧 而且是什么样的人呢 各式各样的人 对不对 所以因此你来看 我们的最后一题 这篇文章暗示我们早期的新英格兰这些人 这些移民者们 他们怎么样了呢 来 往往是来自不同的背景 有的是牧师 有的是我们的政治领袖 有的呢 还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 我们谈到这个方法不是纯计较 它是帮助我们在阅读完文章以后 辅助做题的 唐叔说清楚了吧 所以最后我们再次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拿到一篇文章 请各位同学先提后文 然后呢 串联提干 避免我们的干扰选项 大概预判出文章的一个中心 至少明白我们的问题 问的是什么 然后带着问题 带着文章预判的方向 去读文章 将大大提高各位同学的做题效率 好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2010年的第一篇文章的讲解当中来 首先我们拿到文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不是看文章 而是先做题一定记得学以致用 好 首先我们来串联一下提干信息吧 你看看 他说 在第一段当中 至少我们明白了 我们读完第一段就可以来做题 对不对 带着问题去找答案 这个人呢 一个作品 was referred to as a last victory because 之所以他的作品被销售 被提及称之为叫最后的胜利 原因何在 再来看第二题 by saying spending of any salt became deeply unfashionable 谈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作者在暗示什么事情 注意定位点在第三段话 来出题顺序 行文顺序 保持一致 对吧 好 再来看 以下哪些陈述是不正确的 再来看第四题 当我们谈到 叫3DS 被提及在最后一段 你看 还是出题顺序 行文顺序 我们主要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好 最后给文章一个最实当合适的标题 那将是全文的中心 好了 我们通过创联题干 至少明白了 带着我们的问题回到语言中找答案 好 首先来看我们的第一段 对应了我们的第一题 说 他被称之为一较最后的胜利 原因是 好 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段内容 他说 The longest bull run in the century of the art market history ended 他说 有史以来最长的这个 bull run 他指的是这个牛市 老师这个词 我不是特别的熟悉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当我们阅读到文章的后面 你大概就清楚了 他要表达的一个内容 他说 目前有史以来最长的 经一个世纪的艺术品市场的牛市的历史就已经ended 结束了 那么结束的时候呢 以什么为条件 on a dramatic note with a sale 他结束的时候是因为他完成了56部作品 就是关于DH这个人 他的作品的一个拍卖 那么 all but two pieces sold 其中除了两部作品 其他的都已经销售完毕了 那么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钱 创造了一个记录 那么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last victory 所以到此为止 我们的文章给大家翻译了前三句话 那么前三句话 这只是一个翻译 这不叫阅读 那阅读的本质是什么呢 阅读的本质是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之上 我们要找到句子和句子之间最重要的逻辑关系 逻辑的联系 那么句子和句子逻辑联系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分为两种 一种叫相同 一种叫相反 相反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句子往往会出现but yet 或者however 这样的转折词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转折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称之为叫相同 那么有转折词的时候 说明转折之后往往是重点 那么我们说的再功利一点点 转折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的出题目的地方喜欢进行考察的考点 那么对于相同 往往是同学们忽略的 那么这些相同也恰恰是让各位同学真正能够提升你阅读理解水平的地方 既然一句话他和前一句话是相同的关系 那干嘛还要说他呢 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前面已经提示过你了 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旦把握好了相同你就明白了 一你可以大大的简化我们的文章 看上去有三句话其实不就是一句话嘛 那么第二对于我们的作题而言 被反复强调的内容 是不是往往也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命题的对象 所以你来看我们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以及第三句话 其实无非都在谈一件事情 哇 这是最后的胜利 胜利代表我们的前面的很多的作品 已经销售完了 创造了一个销售记录 最后说明什么 我们的最牛的牛市到此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的三句话是将第一句话 以及我们的第二句话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和总结 所以这三句话之间 是不是都可以画上一个等号 唐叔说清楚了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去 没有满足停留在非常肤浅的 我们的翻译的表面 而是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什么叫做阅读理解 大家在今后的课能够慢慢的体会到 唐叔一般不会单纯的给你翻译 我课程更多的浓墨重彩的地方 都是聚焦在逻辑当中 好 那你明白了逻辑以后 我说的再供应一点点 学会了逻辑 对于解题而言 就会显得更加的清澈熟路 因为接下来不就问你 为什么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一个最后的胜利 它的原因何在吗 通过我刚才逻辑串联 我是不是说得很清楚了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卖得很好 那第二点呢 它卖得很好以后 我们的牛市就结束了 就意味着熊市的到来 好 那么你再来看接下来的第四句话 你会发现第四句和我们的前面的句间 也没有任何的转折数 所以它们之间还是属于一种相同的逻辑关系 你往后来看 他说随着我们的拍卖商 他喊出了这个报价 叫Cut out the bits 美国纽约最古老的银行 在华尔街的莱曼兄弟就已经申请破产 所以通过第四句话 是给你印证了我们的第一句话的内容 牛市结束了 熊市到来 其标志来投资银行破产 所以因此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原因何在 A选项 the art market had the weakest succession of the victories 从我们的艺术品市场 它见证了一系列的成功 原文中谈到没有 确实如此 是有一系列的成功 但它不是我们这道题的一个回答是原因吗 你会发现我们说的是 last victory 它只充其量回答了 这是一个胜利 但是没有提及 为什么是最后的那个胜利 它不完整 不全面 它不能够作为我们这个原因的体现 再来看第二题 他说我们的这些拍卖人 他最终卖了两部作品 而且是以最高价 这显然连文章的信息的重复都错误了 袁文中说的是什么 all but two 我们说除了两部作品 其他的都已经卖掉了 而不是说这两部作品卖出了最高价 直接可以排出 再来看一下C选项 他说这个人的作品在袁文中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写的专用名词 他赢得了所有的我们的大师 胜过了所有的大师的作品 我们袁文只是说 他的作品卖得很好 至于说他的画质 他的作品的影响力 是否有胜过其他人没有做过这样的比较 所以这也是一个虚假的信息排除掉 这也不难 最后我们来看第选项 叫It is successfully made 首先你来体会一下 这些东西非常的成功 代表谁 叫Victory 第二点 Just befor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它恰好在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以前 是不是强调了那个last 而这个世界金融危机正好对应的是我们的第四句的内容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的是D选项 好了 那么当我们明白了这道题选择D选项以后 接下来我们说过 10到1年的我们的真题是用来进行学习的 是用来进行研究的 我们这时候哪一个选项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它的价值不在他选了谁 而是在于我们来摸清楚 命题人为什么要把D选项设计为正确答案呢 找到它的规律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道题问的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逻辑关系 那么对于因果逻辑 是我们考验中最常出的一种考题方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果逻辑关系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找对应 一切的答案是在原文中被我们找到的 怎么来找呢 首先第一点 问什么 答什么 问你because 你就回到原文中去找because 但是原文中没有because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不妨可以借助 它的同意替换同意改写 第一个叫since 第二个叫for 第三个叫s 好了 这三个单词你看到的一瞬间 你想把它翻译成什么 since是不是叫翻译成自从 for呢 为了s呢 作为 很抱歉 你的这些含义都是当他们充当借词的时候 而当他们做连词的时候 才能够把它翻译为 因为啊 那什么时候他做连词呢 当他们后面接的是完整的句子 也就是有主语 谓语 兵语 好 具体的内容 你看 在唐书的基础阅读的课程当中 已经给大家详细的阐述过了 自己去回看一下啊 或者是你直接去扫描唐书的新浪微博 那个置顶的二维码 在这儿 不赘述 好 继续来看 那么没有这些词出现 怎么办呢 我们在推而求其次的时候 就是句型结构 什么叫句型结构 就是例如我们的一个句子 一上来 没有给你主卫兵 而是讲了一堆非主干的内容 后面才有主卫兵 那这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前因后果 前面的往往只带的是一个句子的 要表达的它的根源 它的渊源 而后面主卫兵主干的部分是结果 或者我们反过来 先讲了主卫兵 然后主卫兵结束以后 没有打句号 仍然打了一个逗号 后面又跟了最常见的安基 或者是一帝的形式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也称之为前因后果 或者叫前果后因 前面的主干表原因 而后面是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那么具体的同样参看我们的基础内容的视频讲解 那么最后也是我们着重要强调的就是句型本身 句子和句子之间 我们说过相同的逻辑关系的时候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它表示的是原因的关系 例如两个句子并列在一起 那么往往可能前面表原因 后面表结果 也可能是前面表结果 后面来补充说明它的原因 那么因此你回到我们的这道题当中 我们依然要符合考研最核心的解题的原则 一切的答案都是在原文当中我们找到的 所以这道题当中我们问的是第三句话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原因优先要在第四句话当中去进行寻找 所以第四句话内容概括的是来 叫before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唐叔说清楚了吧 而我们的一句二句则概括了successfully 完美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概述 就能够脱离自己的主观判断 回到一个我们称之为叫做 客观解题的最核心的考研解题原则 因为所谓的客观就是 一切的答案是在原文中被你找到的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接下来看第二题 所以第一题我用的时间比较的长 也请你们耐心一点点 归根结底 我们闪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题的基本的原则 好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第二题 第二题问你的是 通过第三段话 我们谈到这个句子 作者在暗示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所以呢因为是上课我们仍然还是要把我们的第二段内容大概给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你来看啊 所以你看先题后文它的好处是不是就可以做到有地方使然后重点突出啊 所以我们在看第二段的时候呢我们的速度就不像我们的第一段或者是第三段速度可以稍微有一点提速 但我从来都没有说让你去跳读考研没有跳读 换句话说你真正考的时候你敢跳吗 所以老老实实往下来进行阅读就可以了啊 所以我再次想到唐书一个是一个非常注重基础实力老师而不是所谓的讲技巧啊 好我们继续往往来看 他说世界艺术品市场他们已经来失去了它的momentum 指的是动力开始衰退了 以前是牛市啊 现在是熊市了啊 自从它疯涨在2002年开始 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没有 是不是都是一些数字啊 所以这些数字出现的时候呢 无非就告诉你这件事情 那就是世界艺术品的市场开始失去了动力啊 前面是观点 后面只不过是一些细节的阐述 我说清楚了吧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你看转折在这儿 对不对 他说但是啊 the market generates interest far beyond its size because it brings together great wealth enormous egos and great passion and controversy in a way matched by few other industries 前面那个谈论 它的整个的市值可能在缩水 它的市值可能在蒸发 但是它的重点说的是 它仍然产生了很大一部分的interest 叫利润利益 是超越它的规模的 原因则是 it brings together great wealth enormous egos and great passion 和controversy 因为它集合了太多的财富 然后自负 还有贪婪 都是一些人性的弱点 激情 甚至矛盾冲突 以一种什么的方式呢 in a way 叫matched by few 表达的是否定 matched叫做匹敌 我可以这么来翻 匹配 它很难有任何其他的产业 能够去匹配 所以这又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语言线下 就是否定词 加上了一个比较级 matched只是同级比较 当然见得更多的是 then 或者是like 或者是as 所以我们说否定词 加上比较级的时候 我们怎么翻最简单呢 它等于最高级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么来翻译 更简单一些 叫做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的行业 它其实最能够给我们带来利润 相比其他的行业而言 对吧 好 那么这一段 由于没有涉及到任何的题目 我们不再具体展开来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题 第三段的第二题 那么第二题他问你的是 当谈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作者其实暗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这道题是典型的 我们叫词汇猜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游文中这么说的 他说 在他的销售以后 也就是说开始进入到熊市了 那么在艺术品市场上 你有任何的支出 任何的花费 那都变得非常的 我们deeply这个副词翻译成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叫不那么时髦 不那么时尚 那么这一道题 典型的词汇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进入到一个专题的讲解 注意 考研当中我们会分为六大题型 分别是我们的中心思想题 我们的细节题 我们的作者态度题 我们的词汇猜测题 我们的推理判断题 以及我们的例证题 那这些题型的分类不是我说了算的 而是在我们的考研大纲当中 明确给我们提出了若干点要求 那么他提出的若干点要求 如何来检验我们的考生是否达到了呢 例如他里面谈到要求考生能够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 那你到底有没有把握文章中心思想 是不是就通过他出一道和中心思想密切相关的题目来考察你 答对了你就答标了 没有答对你就不合格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我们的六大题型不是由任何的培训老师来做出的分类 而是根据大纲为依据 唐叔说清楚了 对吧 好 那因此我们的考试做题的过程 就是一个需要分类的过程 这样才能够做的符合大纲的要求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 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我们都会按照六大题型来分别介绍 我们先来看的第一道题型是我们的词汇题 按照我们真题当中所出现的这个顺序 那么拿到一道词汇题 我们的判断依据其实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这种题目往往会明确的告诉你 它定位在第几段的第几行 并且用双语号引出我们要猜测的单词 或者这样一串表达 并且问你它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什么 那我们的解题的方法呢 来 就是通过定位好的句子 我们为你猜这个词 其实不是让你考察你对单词的记忆和背诵 而是要根据逻辑关系去找同一词或者是反一词 你到哪找它的同一词或者反一词 这就必须借助到唐书刚才比较详细阐述到 我们的上下句之间的关系 如果一个句子和另外一个句子之间 没有任何转折词 它们则是相同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找它定位好这一句的上下句里边 所存在的大概率的那个同一词或者是近一词 那么相反如果一句话和另外一句话之间是存在一个转折关联的 所以你就这个时候大概率的去找上下句当中所存在的一个反一词就可以了 那么最后补充一点 就是命题人他一定是站在同学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 那么往往当你不会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是不是喜欢根据我们的要猜测的这个单词 它的字面的意思你来进行选择 于是我们的命题人设计干扰选项的一个特征 就是字面意思的理解 所以一定记得优先要排除它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历年的案例 首先来看2006年的第一篇文章 我们的这个句子一上来 它说 问你这个单词在原文中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什么 那么这道题 它不需要接触上下文 因为它本身在句子内部就已经有非常鲜明的逻辑关系 in spite of 翻译成尽管 所以在逗号的前后 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强对比 相反的逻辑 我说清楚了吧 那么因此我们前面谈的是 叫endless talk of difference 一直在讨论 跌跌不休的 人与人之间存在大量的不同 那么然而 美国是一个机器 能够把人怎么样的呢 是把人变得相同起来 所以这道题就是典型的根据in spite of 找到逗号前后的那个反义关系 前者谈的是不同 我们要选的则是相同的逻辑 好 所以因此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这道题 ABC中找到一个让人相同相似的 即为你的正确答案 第一个保持一致 B选项又联系 C来assimulating assimulating来自于一个简单的构思法 A原因字母放在我们的开头 双写后面的辅音 它不改变这个单词的含义 只是用来加强的语气的作用 对吧 所以真正的代表这个单词吧 是不是让你看到非常的熟悉 叫similar 是不是相似相同 所以达尔选择的是C选项 达尔在这个地方也再次提醒各位 正如唐书一开场给大家提醒的 方法固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你最基本的词汇量作为保障 一切的方法都是浮云 我说清楚了吧 所以这道题也要建立在ABCD 你要识别的基础之上 第选项 Monopolizing叫做垄断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2005年 我们问你 paralysis by analysis 在原文中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什么 混到原文中 我们一起来看 他说 Fortunately The White House is starting to pay attention 这篇文章其实来自于我们刚才谈到的 吸烟和全球变暖的那篇文章的话题 但是白宫已经准备采取行动 然而非常的明显 It is obvious that a majority of the president's advisors 大多数的总统的建议人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领导的那些幕僚高参 Stead don't take global warming seriously 他们并没有把全球变暖这件事情当回事 take something seriously 对吧 认真的严实的去对待 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Instead of the plan of action Instead of 做记号 是不是代表一种相反的逻辑 没有去采取行动 所以有一点和前面谈到的 Instead of 异曲同工 所以你关注我们的逗号的前后 是不是一个相反 叫没有采取行动 他们一直在去paralysis analysis 我们不妨把2005年这道题 和咱们刚才的2006年这道题 你画上一个连字符号 他们的解题思路真是惊人的相似 我们只需要在他的句内 找到一个相反的重复 我们的Instead of的地方讲的是 要进行 要行动 那么后面就是不采取行动 所以一起来看一下ABCD的四个选项 A选项说 Endless study Kill action 来 Kill这个词你怎么去理解 老实很简单 不就是杀死干掉的意思吗 我们说过 抽象出来 通过逻辑的方式去理解 它会让你的文章 你的解题的思路 变得更为的清晰 我们经常来谈论 包括在列列有词当中 给它反复灌输的一个单词 哪怕意思真的很多 你实在记不住的时候 至少你要把握好它最基本的感情色彩 或者是逻辑方向 也就是说这个单词它到底是说一个东西好还是坏 是褒义还是贬义 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逻辑吧 所以你想想 干掉一件事情 是对一件事情的强烈的否定吧 所以你就能够提出 叫无休止的研究 它在干嘛 就不去采取行动 所以你回到我们这句话当中 instead of 是不是就代表不去采取行动 而是在干嘛 做研究 所以呢 整个的句子不就是变成了 否定采取行动 要肯定去研究吗 所以是不是就是很好地重述了 我们的prances by analysis 它的含义 而且你会发现这么做题非常的踏实 因为你是可以在原文中 对于每一个题材的信息 都找到明确的依据的 这就是考研的做题 我再次强调 我们最基本的做题的原则 叫客观 所谓的客观式 所有的答案都是在原文中被你找出来的 阅读理解 千万不要自己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三个例子 他说2007年的第四篇文章 问你 原文中 it never rains but it pulls 它是用来介绍什么的呢 好 回到原文中 我们一上来 他说 it never rains but it pulls 就是这句话 要么就不下雨 要么就要下 pulls 倾盆大雨 那考试的时候呢 你可能很有可能 这个单词不认识 但无所谓 唐书不说过吗 对于猜词题而言 它的字名意思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找上下句的逻辑关系 对吧 这句话叫做不名则以一名字 无所谓了 我们看下一句话 因为你马上意识到 一句二句之间 没有任何的转折词 所以两组之间是不是 划等号的关系 好 于是我读懂下一句话 不就可以直接找ABCD的一个同意改写替换 不就完了吗 好 于是我们来读第二句话 他说 just as bosses and the borders I finally sold out the worst content and the compliance troubles and improve like feeble cooperation companies 太长了 我还不如就看第一句话算了吧 然而就在你即将取问的瞬间 一个伟大的标点符号 它挺身而出 这个冒号意味着 冒号后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解释了前面的内容 所以冒号将这个第二句一分为二 第一句等于第二句话 那么第二句话 冒号前面内容等于冒号后面内容 所以根据本式的传递性 哇 跟数学一样 那第一句话是不是就等于 第二句话冒号后面的内容呢 冒号后面内容不就两个单词吗 叫data insecurity 叫数据的不安全 所以来吧 ABC中找一个表示数据不安全的选项 不就是你的正确答案吗 我说清楚了吗各位 好了 那哪个表示数据的不安全 一目了然 第选项叫做data leakage 数据的与数据的严重的泄露啊 哇 唐叔你的方法真好耶 但是很抱歉 我这个insecurity不认识怎么办 我说亲 insecurity不认识没有关系 我们阅读的本质是逻辑 你只要找到data就是你的正确答案 有没有 哇 太棒了 唐叔你讲的太精彩了 但是我连data也不认识 怎么办 亲 你只要智商正常 找一个长得data一样的选项 也是正确答案 因为阅读的本质是逻辑啊 好了 继续来看 我们的第四个例子 2004年 第一篇文章 又是 他说 问你tip service在用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什么 来 他说 instead the best strategy is to use the agent as the kind of tip service 他我们最佳的一个凑励就是使用我们的代理 让他去做一个tip service 用来去keep a breath of the jobs in a particular database 来 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 又有一个伟大的标点符号挺身而出 分号 所以分号的前后是不是和冒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啊 都表示前后相同的关系 于是这个逻辑就不用梳理清楚了 在冒这个分号的后面一定能够找到 我们被猜的这个单词的一个同意表达 我说清楚了吧 好 那你往后来看 那么他的同意表达在哪里找这么多单词 when you get email considerate 好 唐叔特别强调 把it做重点记号 在文章当中一旦出现代词的时候 一定要恳请各位同学搞清楚他代词指代的对象是谁 那么代词指代它的原则是什么呢 来各位同学看好 唐叔总结 代词的指代根据上下文一般优先指代的是全文的那个主题词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铺垫过这篇文章讨论是用agent找工作的话题吧 所以你来看 我们前面正好有一个agent 好了 老师 我找到这个agent 他对我们做题有什么的帮助呢 你把这个it替换成agent 然后我们来梳理一下前后的关系吧 前面用的是use 是不是正好对应的是consider 而我们说use something as something 他需要用s来连接第二个兵语 而我们的consider直接是可以接双兵语 所以reminder正好就对应了tip service 我说清楚了吧 好 当听到这个借词连接第二个兵语或者是双兵语的时候 你又觉得有一点复杂 生僻不清楚 没关系 再退一步 来思考一下 我们的tip service后面跟的是to do something 然后reminder后面也跟的是to do something 一目了 所以根据我们的一个对称的逻辑的关系 找到对应的位置 那么这道题很清楚了 tip service它起到了作用 就和reminder起了作用一模一样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的就是第四选项 完美 因此我们再次强调 之所以我们一上来介绍我们的词汇题的很重要的原因 它是最能够体现阅读本质逻辑 也就是说去寻找相同和相反 那么很多时候同学们对于but yet however 是非常有感觉的 但是从今天这个开始来 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 珍惜我们这种句子与之间的相同的内容 它一方面可以突出重点 因为反复强调的不就是中心吗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为我们做题 铺平道路 打下基础 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题 那么第二题还没有结束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解题思路是什么呢 当你去看到我们这一句话以后 上下去找它的相同逻辑 你发现我们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之间是没有出现转交词 所以两者之间是不是就可以画上一个等号 当我画上一个等号以后 那么这道题其实本质上是变了一种提问的方式 我这么来出的道题 你会发现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请问第二句话 它的一个同意改写是哪个选项 我说清楚了吧 正是因为我们的词汇题具有这样的一个命题思路 那么我们就明白正确答案往往是在它的上下句当中 去找相同或者相反的逻辑 由于他们两者是相同的关系 所以直接去找二句的同意替换 同意表达 来看二句说的是 但是在艺术品市场当中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collectors叫收藏家们 他们会远离我们的画廊或者是拍卖屋拍卖行 所以一起来看一下哪一个最接近我们二句的表达呢 A选项 叫collectors collectors we're no longer actively involved in involved in叫做参与涉及接触 他们不再那么积极的参与到艺术市场的拍卖行为当中来 你来看 艺术市场的拍卖正好对应的是艺术世界当中的画廊啊 拍卖行啊 然后他们不再那么的积极的参与 叫stay away from 每一个表述在原文中是不是都能够在二句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对应关系啊 所以同样我们不妨再想一下我们的二十一题 我们通过真题来学习真题 我们泛宽松一个心态 我们的一零到一年我们根本不是为了作对他 我们其实就是通过他来了解我们命题人 他的正确答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干扰选项什么设计呢 我们刚刚强调过 对于词汇猜测题而言 最有可能错的是不是就是停留在他的表面或者是字面的那个含义 也是接下来我们见证奇迹吧 他完全没有逃脱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命题范围 避选项 他说people stopped every kind of spending 来spending做几号 spending是不是就是原文中要猜的这个单词的直接的照抄 好再来看那C选项和第四选项呢 来fashion做几号 out of fashion做几号 是不是仍然是对我们原文中un fashionable这个单词来设计的干扰 所以对为什么对错为什么错 我们了然与凶 这就是我们对待考研解题 也就是在我们的初期的一个最基本的态度 好那这道题就给大家分析到这个地方 那么后面文章的内容我稍微简单的翻译一下 他说接下来 sales of the contemporary art fell by two thirds 对于当代艺术品市场 它中的很多作品的销售 已经下跌了近三分之二 总而言之还在强调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目前我们没有人在这方面再去花钱了 卖不出去了 而且其中最炙手可热的一些部分 下跌了90% 然后within the weakest were the two biggest auction houses 那么就在本周当中有两个最大的拍卖行 他们要求很多的卖家来先支付我们的保障金 总而言之就告诉你一片萧条不景气